詞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有多少掌聲 也是故情 你只好聽到我大笑聲 哭有 也未放聲 講不出聲 講不出聲 任由自己 半夜驚醒 我只不過偶爾受了解 於是 再為我伴醒 不是吧? 我想按五百元出來也不行 快點吧 先生, 不好意思 我戶口欠兩個半 才可以按五百元出來 現在銀行又關門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我現在馬上找兩個半給你 你待會在你戶口裡給我兩個半給我 很快, 這樣吧 你先抄下我的戶口號碼吧 小姐, 不用錢就走開吧 大人大姐, 五百元也沒有 走吧 走開吧 只有四百元 謝謝 有幫助力 請問這部機買到多少錢 這部機?最多五百而已 不是吧?這部機我買了幾個月 鏡頭MV3齊齊齊 怎麼會值五百元這麼少? 小姐, 機一出就下價了 差不多了 五百元買不買? 那我不買了 那就去吧 老闆, 請問這部機值多少錢 這部?我有一千元給你收 不過這樣, 我要先檢查一下 你知道我只看 不知道這部機裡面有沒有壞 是的, 那你先檢查一下 你那部機掉過來嗎?還是濕過水? 筷底板有點壞 把YC也有問題 你的機器? 我頂著給三塊水跟你收 三百元而已?那我不買了 不買就算了 你不幫我砌機嗎? 不幫我砌機, 不賣就過了 老闆, 幫我看看 算了, 三百就三百吧 快點給錢 可以嗎?哥哥 全都虧了 唐子安呢? 這麼錯當又來騙錢嗎? 又是你 對不起, 唐三 我真的沒能力 把他還錢給你 這裡有七百元, 你先帶著他 其餘的, 我還在想辦法 七百元? 扮完QT就扮成有信用嗎? 借人三皮還七百元 也不夠了 你以為是沒離譜 你就說七百元 到底算是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呢? 就做了氣博同情吧 總之你先收了這七百元 對了, 你認識的人也能夠 錢又不還 放下雞術這麼多就要走 還要發脾氣裸彩 放下雞衣服 放下雞衣服 來, 妹妹 進來幹甚麼? 幹甚麼不拿貓來博同情 唐子安, 我不是不想還錢 但我真的沒能力 馬上還錢給你 我回家刮乾刮正 來, 這裡有三張餅卡 兩張超市五十元現金券 十一張過四郵票 還有一張八特通卡 裡面還有七十五個八 加上五十元按金 就是一百二十五個八 還有, 之前你讓我說兩包乾原書稅 你說值五百元的 加上之前我給你那七百元 一個是一千六元 還沒見過人像你那樣 一開始有整部計算機那樣 你不用說了, 我知道是不夠 我還欠你二萬八千四百元 我連借據都寫了 我問過了 財務公司通常會收十六利息 適合我不會騙你的 總之從下個月開始 我就會分十二期還 這裡寫得清清楚楚 我連名字都簽了 如果你還不放心, 你聽著 我現在在城市大學野校讀法律 這些是我們的法律書, 很貴的 現在我還給你還抵押 我不是大耳孔 你讓你洗股我也沒用 我以護照號碼 你放心, 我改出它都可以 以後再기를給你 請你不要到處搶我 那之 privileged 苦肉計 打算搶銅 Charme 不是呀, 剛才她的表情很認真的 舅父波, 他來的時候還沒說甚麼 他說來借貓草, 其實是借貓草 我就叫他下次不要拿貓來扮貓 騙神騙鬼 就是這樣 舅父波, 你有沒有說甚麼 沒有, 沒有說的 舅父波 我說若然他這麼貪錢 不如你站在街上跟北嫂爭生意 舅父波, 這樣你也說得出口 怎麼可以這麼說 我趕時間了, 我要上東莞的鮑魚場看看 沒那麼快回去, 不用等我 舅父, 舅父, 舅父 還在那裡為店駕駛那件事不開心嗎? 還在生氣嗎? 教識你一句話 你就是門逢那裡看人, 看扁了人 你說話這麼深 我都不明白你甚麼意思 你這麼聰明, 怎麼會不明白呢? 我當然在說阿利 其實他真的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人 他今早去過門工作 一大早就過來找我喝茶 他說有些事跟我談 他就覺得有幾句話對你的語氣重了 所以他覺得心裡很抱著, 非常不好意思 其實也不怪他 你知道他一個女人 天天要出去打理海味店 還要打理這麼多物業 你說他人不硬, 這怎麼行呢? 久而久之, 那個人就變得硬 說話的語氣就挖雷錘了, 是不是? 那也要看別人挖雷錘的嘛 現在當人家是店裡的伙計嗎? 是呀, 所以他就覺得自己不對 所以他就很有誠意地叫我來跟你說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也不親自來說 那叫做很有誠意嗎? 你知道…你女人的臉皮薄 不好意思開口, 又是找我吧 人家不只說話, 有實際行動 他跟我提議 他說既然拔街山果龍那麼麻煩 不如找過兩間尺數大一點的 人流旺一點的店鋪 才加你的名字上去 他叫我問問你的意思如何 那哪兩間店鋪? 厲害了, 你知道我是蒙的 他人家的店鋪就是他最清楚了 一間是西環視尾飛路, 電車站旁邊 你只聽個位子就知道那裡是黃 另外一間做聲利 世界可以稱之為王國中之王舖 真的他提議的嗎? 當然了, 難道我無尼無尼無尼 作出一些東西 無端端加他分, 怎麼回事, 是不是? 偷笑 你… 姐夫,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特地找你, 有事跟你談 甚麼事這麼緊張? 回家才說 當然緊張, 就是為了你和阿琴的事 你不要怪阿琴 你知道他人說話也不驚大腦嗎? 算了, 我明白的 來…就是這樣 我知道你為了我們投家 為了海味店 經常到處噴破, 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今天專程來等你 就是為了向你道歉 我代表阿琴, 向你道歉 你知道, 始終阿琴是女人 臉皮薄開不了聲音 總之又是由我而言 你是大人筆的小人貨 千萬不要把事情放在心裡, 抱歉 行了, 姐夫 我都說不要放在心裡了 我要趕著回店 我還有件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說 就是這樣 上次為了畢家家琴的名字 那件事 搞得鬼死這麼不開心 我現在就在想 不如屬性找個另外兩間家琴的名字 你又不用麻煩了 他又開心了 那就一家便宜兩家著 是嗎? 我想了兩間了 一間是視美菲露那間 一間是洗衣街那間 純粹是我個人意思 但是一姐就同意了 那就行了, 照你的意思做 不是…我意思是想說… 當是你的意思提出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為甚麼? 明明是你提議的 為甚麼要說是我呢? 為了這件事 他現在還有一條刺在心裡 你知道 一家人自駿的就是有一條刺在心裡 所以我就想盡量想辦法拔掉他 你明白嗎? 你真的 為了你們兩個人吵架的事 我幾晚沒睡覺 輾轉反側, 切夜… 對了, 姐夫 我明白你的苦心 你想我做一次好人 你說怎樣就怎樣 我提議就我提議 所以說最明白事理就是你 其實我提早跟阿琴說了 他一聽到, 整個人都順暢 只會側臉, 偷笑 然後轉過來, 眉眉嘴地跟我說 他說既然你這麼大方 他就一定要謝謝你 立刻自己打電話 去魚門樓丟桌子 說要請你吃一頓餐 不用了, 姐夫 搖搖搖, 拔我一次 當然要慶祝一下 有一個不遲宴 你也好 你真是鬼馬 好吧…我回店裡做些事 好, 不妨礙你… 不…記得, 七點餘滿樓 來…還有一件重要的事 忘了跟你說 甚麼 你經常去澳門公幹 你一定不會買手信 所以這兩袋瘋子 剛才我在碼頭買的 待會你去酒樓, 你就送給阿琴 你說是你買, 你送給他 那他的電話就搖 你明白了, 這個世界的東西 花花繳就人抬人 你抬我, 我又抬你 是這樣的 行了, 姐夫 阿琴喜歡吃的豬耳仔 是呀 這樣也讓你想到, 佩服… 不遲…人工… 今晚你細花請吃飯 一個月一次的家庭聚會 准七點餘滿樓 緊急通告, 不得不得 爸爸… 甚麼 我最近跟同學同學聊天生的事 今天吃飯學不到 搞甚麼生意這麼厲害 一個月一次的家庭聚會 你不到? 如果你不到, 甚麼生意都不用搞了 出店舖搞花菇、花膠 抹地、掃地 從下做起 爸爸, 你這麼說 就是大石炸死蟹 你只是不尊重這個家庭 七點鐘一定要到 如果不到, 我不是開玩笑 我真是煩惱的 吃飯而已, 花了很多時間 媽媽還沒回來 媽媽不回來這家就不是家了 媽媽不回來這家的人就不用管了 去…她一定去的 去吧 一定去 你不懂得學鮑魚嗎 她去的… 去…一定去… 去就沒事了 立刻衝 快點… 洗頭、吹頭、換衣服, 好嗎? 去吧 屎翹 是要給你一個下午的位置 才能弄得更小的 小的, 你出難過 大的, 你也壞了, 是嗎? 小的, 不是壞的, 我也很厲害 略私小雞, 出了一點環弄政策 就把你弄好你的小雞了 你今晚吃完那頓和頭飯 你和你小雞心中的刺就… 拔走 你怎麼還沒下樓呢? 扶著… 快點, 時間到了 人家現在對你好, 你又要對人好 待會兒去就跟人說幾句好話 還有說的, 花繳就是人台人 是嗎? 行… 我們就要這個聚豪的至尊聲輝 老爺, 好的 告訴楊師傅, 鮑魚改三頭鮑 下單… 沒問題, 頭先生 楊華, 這陣子鮑魚漂亮 我們做哪一行? 當然是我們先享受的, 是嗎? 身體? 行了, 謝謝 走… 今天我們吃得更紅 吃完三頭鮑, 我叫官麵 讓你們潤潤的樣子, 顏色不顏色 唐人家 你記不記得陳國英鐵打館嗎? 陳國英鐵打館? 市美飛路陳國英鐵打館 你是不是提議把那間店 加我的名字? 是呀, 那裡單邊鋑, 尺數夠大 那你是不是還提議把洗衣街 六十八號的店鋑下我的名字? 是…那裡是旺角 那間店鋑又夠大又夠旺 阿歡, 我們走吧 幹什麼? 媽媽 我還沒吃東西 是呀, 細媽媽, 山頭板下去吃嗎? 快點開飯, 先吃完吧 吃了也在背部骨下 你坐下… 你幹什麼? 毛經經又發什麼懶惰? 剛才William打給我 他幫我檢查地政署 市美飛路陳國英鐵打館 旁邊就快要蓋逃房 到時候是冤崩難仇 店鋪就快要約門了 陳國英也不續租 到時候真的賺鬼租了 還有, 洗衣街六十八號 店鋑二樓去年火燒死過人 你還說黃? 別說黃說什麼 到現在還沒租出 這個女人只剩一算死草 被她算過度過 真的沒有死錯人 不是 不過, 他聰明我也不睡 黃你還說他有誠意 細媽媽, 你說什麼? 是呀, 什麼事? 大猛的… 細胞, 你知道嗎? 我打算減兩間店鋪 尺數夠大, 夠旺 那就加你的名字 其實阿黎也不關他的事 他也不知道哪兩間店 真是否事實 我之前問過你一次 剛才我又當著子女面前 再問兩次, 一共三次 我問是否阿黎提議的 你也說是 你還想交? 不是…事實真是 天氣好熱, 不知道聽錯 我說錯 阿黎真是不知道哪兩間店 細胞 那天阿黎已經來了一天 他也不知道哪兩間店 他說叫我選的, 你在場 記得嗎?記得嗎? 是呀…阿細溪?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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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大包小包 不用在狼狽為奸 不用在胡扯貓味 唐人龜, 你根本就在這裡說謊 沒有…我對得住人, 敗得落神 那…阿黎一會兒就來了 大家三個六年 那就馬上送到大伯, 是嗎? 好呀, 我現在就不走 我只能在這裡等他來 問清問楚他 是呀… 待會兒享受三頭包, 吃下觀衣 一家人, 大家聊天 千萬不要有甚麼誤會 來…先喝一口茶 說說說說, 人有三急 我放下幾兩下 我是非常聰明的伶俐 聽到嘟一聲之後, 你說話吧 有電話都不聽, 還說聰明? 喂, 阿黎 七點鐘了, 還不見你到的 一旦你來到, 千萬記住 家名那件事 記得不要說是李提議的 至於甚麼原因呢 我遲些會詳細跟你解釋的 總之你記住… 記得來到, 千萬不要認為 那兩間店是李提議的 好嗎?再見 再見 阿黎… 不好意思, 遲了 李姨… 李姨… 所以要你等不好意思 買到你最喜歡吃的香口東西 不要吃那麼多, 很熱氣的 怎麼這麼有我心 你對我好得加零一 還用不著買手信?小意思 你最喜歡吃的豬耳仔 我會買回來的 我不是說這些豬耳仔 我是說你提議給阿佳的東西 既然阿姐她也加了你的名字 那就順便找個兩間廁所大一點 怎麼樣?喜不喜歡? 阿歡, 我們走 先坐下… 甚麼事? 李姨, 我真是服得你很交關 心悅成福 被你算過度過, 真是沒有死錯人 你千選萬選, 精心挑選 終於讓你選了兩塊豬頭骨給我 這招假仁詞, 真是絕 我不明白, 你在說甚麼 我也有很多不明白 阿姐, 愛惜我 找兩間店舖加我的名字 為甚麼你一定要豬多聲氣 又說這間又說那間, 多多事實 這是我們三夫妻的事 難聽說句話, 關你這個閒人鬼事嗎 不要衝動… 雖然我不知道你在這裡生氣甚麼 你又想搞甚麼發生 但是姐夫真的很慘 他為了我們倆的事 他每晚睡不著 左騰右騰, 日撲夜撲 都是想我們和解 為甚麼你還在這裡搞這麼多風風雨雨 你是不是想選到家床屋斃 你才安樂? 我當然知道我老公好 用不著你說 阿姐也對我和阿歡仔好 我們一家人和和睦睦 我, 就算做阿姨 也做得不知多開心 是有些人不值得我們一家人這麼幸福 總是要踩腳進來 管我們的家事 你不要越說越離譜 我何時踩腳進來 我何時管過你的家事 那我阿歡仔讀哪一家小學 是否我們倆公開的事 算了… 下風年這麼久的事, 別提了 是呀… 糟了, 我屈了心裡很多年 那時候你在這裡說了主意 總是要選那間甚麼成Kelvin 又說要通宵輪表 又說認識那個神父校長 其實我根本不喜歡這間野雞學校 人又雜, 飛仔又多 還有, 那個鴨屎綠口 我看見就眼淹了 為了給你面子 就強行讓他進去讀 結果好, 三年級就不上班了 是我自己沒心思讀書 與你無關的 你無法進入那間好學校 就心散了 那還不關他事? 還有, 你會考放榜池 每晚他都在廳裡 走來走去, 走天光滑 糟了, 不知道阿歡仔考得好不好 我阿歡仔這麼厲害 本來起碼有五個A 就是被你這樣走走走走走 最後只要放兩頂頭盔 其他就全部都肥肥了 就要重複了 是那個臭小子懶得… 是那個臭小子懶得… 是呀, 媽, 是我懶得 這個臭小子 是要手指咬出不咬入的 現在誰是你媽媽? 你說夠沒有?我何時霸著阿歡來理 你自己不懂英文? ABC都還沒分清楚 又不懂教兒子 只懂得法文症 一吞起來就拿著兒子的衣服來 就這樣撕…撕到他瘀傷 他跑來我面前哭 我看不過眼才理會 他不懂中文, 我親自替他補習 不懂英文, 我請外國來替他補習 我坐在哪裡?阿芬, 你跟他說我坐在哪裡 沒有, 黎姨, 先坐下, 別這麼怒氣 睡不著氣… 先坐下… 算了 甚麼算得這麼容易? 就算我真的不懂教兒子 阿歡也有一個老爸生在那裡 用你來教? 你這麼不教兒子 為甚麼自己不生出來教? 總是要霸著兒子的 霸完我的兒子 又來霸我們的舖子 甚麼都生罷死罷, 錢要欠你的 你又說了去哪裡? 我甚麼時候霸著舖子 舖子是我替大姐打你的 一間都沒有我的名字 不像你, 一天侯著你夫妻 有多少間舖子有多少錢? 黃秀琴, 你不如說名為黃秀琴 你… 大包… 我真不知道你甚麼心態 你自己沒人沒物 就去霸佔別人家 你沒人沒物都是自己拿來的 你死鬼爸爸也很均真 臨死的時候, 身家都分三份 姐姐一份, 你一份, 阿波一份 是你不戴眼識別人 認識一個這樣的壞鬼醫生 迷頭迷腦都迷下去 好吧, 總之整份身家 連鋪連錢都被人迷走了 可不可以說一句話 你被人財色劍修, 語人無由 你自己被人騙了 就不要去弄你姐姐那份 琴, 你說這種話 你不能不說 你不說對不起嗎? 說對不起 說甚麼對不起? 我對得不知多好 你不像有些人他會以怨報的 阿波, 你問問他 這麼多年來 我介紹了多少好男人給他認識 財機、佳華、華鏢 每個人都是事事正正的好男人 是有人吊高來賣 對眼就浪費額頭道 拜託你自己檢討一下 一天做客就黑口黑臉 是男人見到你也吊頭走 阿波, 你們以後不要叫他做阿姨 改口叫他做姑婆 你別傻了, 正一老姑婆 廢話, 世伎, 阿姨 阿姨,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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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別走那麼快 有甚麼慢慢… 你馬上別打開口 等我, 等我 走… 大包這次糟了 別說, 拿車吧 阿姨, 阿姨 你幹甚麼?別嚇我 整件事都是我烏鑲鑲鑲 是我夢茶茶行不行 姐夫, 我知道整件事與你無關 我沒有怪你, 你不要誤會 我沒有誤會, 你… 阿姨, 你聽我說 三十年前如果不是只有你幫我 頭家根本已經散了 現在你想跟她一般見識 你千萬不要搬走 你一定要留在這裡 你讓我出去靜一靜 姐姐回來我會跟她解釋 三十一間店裡的粥藥在裡面 我現在交給你 免得那些人說我霸佔這件事來做 我不要,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收 裡面的文件很重要 明天開始我就不會回店裡了 你就當我放大假吧 我現在走了 免得那些人每天都口口鼻 阿姨, 你別… 阿姨, 你別這麼衝動 萬事都有商量 你心裡搞得要走, 你別走 李姨… 你去哪裡?李姨 你不用給我面子了 你當給我兒子了 我求你不要走, 可以嗎? 來, 不要走 李姨… 李姨, 你別走 你再穿我大包就很囂張了 李姨… 李姨, 你別走 李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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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姨, 李姨… 這樣就對了, 不如出來見面吧 我有很多她的私人財產要交給你 我就約你在我家村口那間露天茶座等 當然不要, 我只見你再回家 就一個小時後見 現在的女孩子這麼沒禮貌 真是不得的 你來就對了 麻煩你把這些東西分給你的好姐妹 常在心 門香卡?八達通現金卷? 江瑤柱也納了人嗎? 羅伯, 你拿了一些水店回河 你怎麼問書? 發生甚麼事?你很說的 不說行不行? 他稍後就說我搶通街了 說吧, 臭小子 你這麼兇幹甚麼? 發爛的那個應該是我 我認識你的朋友多久 真的問我借三萬元 還說得十萬火急 就這樣, 那我左婆婆又婆婆 你給她三萬元, 我自己也奪了 轉過頭, 她跑去賭球 走快點, 快點撐下去了 有面有鬼 原來我自己大謊三萬元給她 就是醫賭印了 女孩子人家這麼難賭, 真是扣分了 個人又不好露屁 求婦不僅僅說她兩句 一腳發爛窄, 搬了兩袋東西 親自家裡的馬桶也搬過來 所以其實認真說 我真是不贊成阿欣欣再捲著她 捲著這種人, 遲早就賺錢壞了 這次說是你 你女孩子這麼野蠻 怎麼喜歡禮環節曲呢? 我是受害人, 我怎麼壞? 我一下機就聽到我心裡一大堆留言 你自己聽聽, 怎麼怪錯人 救命呀, 水蜜蜜, 你什麼時候才回來 我很慘, 早晨哥突然不見了人 我找不到他 後來財務公司的人上來追溯 我才知道他的店鋪又倒閉了 他還欠人的三萬元 他們逼我還, 還追上律師樓 害得我被老闆解僱了 我真不知道怎麼辦 我真是很怕他們下次會上來 臨紅油嚇倒我爸爸 第二段 水蜜蜜, 水蜜蜜, 事情都搞定了 幸好殷哥哥得得地幫我 原來他不止得得地, 還很好人 問都沒問就借了三萬元給我 又答應我不會跟別人說 我現在的心想要定一點 還有 水蜜蜜, 又是我 怎麼你還沒回來的 原來三萬元不夠還財務公司不送 他們說不數過期要起釘 逼我多還六千元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六千元給他 難道又去問得得地嗎 他已經幫了我很多了 我不可以再麻煩他 我聽人說今晚車仔對星班馬 車仔贏硬的 我也不知道是這樣 你還有很多事都不知道 水蜜蜜, 你別再錄這麼多卡 買這麼多衣服了 原來欠人錢真是很可憐的 那個得得地到處找我 說我欺騙他錢 我真的覺得很醜 我怕小橋槽主任爸 我帶了他出去 他舅舅舅說我扮蜜蜜欺錢 又說我是這麼恨錢的 不如出去站街 跟不數爭生意 我一輩子都沒試過被人這麼說 我怕的 唐志安, 你覺不覺悶悶悶 你是人嗎?這樣說話說得出 常常是心讀法律 人家低低小組律師 你說人家跟北嫂爭生意? 他的命不好 他本來太好前途 但我怎麼壞蛋老實在害他 害他一次過一次 他大哥到底做甚麼事? 他大哥, 厲害了, 商業奇才嘛 我想他快五十歲人了 都沒回過一日工 一輩子都沒發財 每天都要想甚麼發財大計 對, 早上說人口老化, 興懷舊 我當然沒試過人跳cha-cha 跳一跳, 甚麼都沒得做 總得有人三十萬 不是吧?這樣也行嗎? 總得也有 之後他說香港出生率 全世界最低, 只有0.9% 所以說人家喜歡生嬰兒 喜歡養寵物 開寵物連鎖店一定行 之後怎麼辦? 不就又賺了五十萬? 小Q, 就是那個混蛋 開那間寵物連鎖店 剩下的蘇州市 豈不是有阿森養嗎? 等你還說人家, 鋪著媽媽到處裝 你以為阿森想的嗎? 我真的不知道 那他大哥現在又搞甚麼? 這次更厲害 我包你把頭都想不到 他說現在香港有十幾萬費用 比公務員還要多 如果開家賣非用品貨的店 一定會發過豬頭 結果怎麼樣? 每天都收場, 阿森幫他握個帳 阿森這麼多年來 把賺賣的錢連獎學金 都要替大哥填藤 不然阿森怎會到現在還未斷業 不過這樣還不算慘 他最慘就是遇到你 你是否男人? 我沒見過男人像你這麼壞 這麼無厚德 你不就不要借 你借了我不要到處槍 總之是這樣 阿森問這裡任何一個人借 都比問你借 水默默, 對不起 我隨便跟舅舅僅僅僅 我不是有心的 我不管你有心你無意也好 我只知道我現在打電話也找不到 我真的很擔心他的 在這裡了 如果在這裡也找不到 我真的想在這地方再找他 剛才學校找不到 應該是在家裡找到的吧 幹甚麼? 他不是住806, 就是住805 那敲門就試試吧 那是哪位? 請問你有沒有一位常在心小姐住在這裡 沒有這個人 他會不會住在對面? 對面當然我已經丟了一排 那這一層, 你知道他是不是住在這一層? 沒聽過 那打擾了, 謝謝你 究竟是不是住在這裡? 你有沒有記錯? 當然沒有, 八樓 他哥哥說過, 發人意頭好 一定會記錯 那座座大廈也有辦樓 你怎麼知道是這一座? 那怎麼辦? 怎麼樣?叫我吧 好 上在心… 上在心… 你去哪裡? 去哪裡? 上在心… 你出來了… 我到底去了哪裡? 沒理由這幾天都沒有接電話 那也沒辦法了, 現在找了這麼久了 今天到此為止 你有什麼消息, 馬上通知我吧 那這兩包東西怎麼辦? 你現在給我, 我也給不到他 還有這包東西他還給你當還債 你自己親手還給他吧 那好吧, 我先保管住 保持聯絡吧 我去那邊 還債 上媽媽 還了… 什麼還了? 上在心還了錢 剛才我按機, 多獲一千多元 今天眼睛按也沒有 應該是兩、三小時之間的事 那就是說心應該沒事了 你可以不用這麼擔心 擔心死我 大包, 這包有很多貨 你抓我出來, 到底幹什麼? 是, 神祖把你抓出來 當然要特別任務了 經過我連日來的明查暗訪 終於讓我查到你 在尼姨的藏身的位置 是嗎?他在哪兒? 原來就住在我們 側如沖的那層樓裡而已 行了, 你在尼姨 連電話都不肯聽我 如果這次我上去勸他不行 以後就可能找不到一個中職 你口才好, 轉數快 你這次無必要向我勸你 尼姨回家, 知道嗎? 停車 幹嘛停車? 好像是常在心 是呀, 你別管那個貪錢妹 你別管了, 現在我們家家不成家 不是呀, 他真的很像是常在心 我管他常在心還是常在乎 我現在就要求你李姨常在家 你不是想他不回家, 常在外嗎? 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就和我坐好 大包, 你無情情地按上去 李姨會不會不讓我進入 我做事沒那麼水流柴, 早就查到密碼了 多少樓? 三樓 好像是一樓吧? 大包, 你是自己的屋 多少樓你忘記了嗎? 兩位,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們呢? 哥哥, 我找我的小小子, 李小姐 她是不是住在三樓? 一樓, 是二樓 不過她今早就拿著行李袋出去了 她去了哪裡? 她說在南丫島住了 你是李姨生氣得躲進南丫島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可能李姨想休息一下, 一個人靜一下 不對了, 先打個電話給她 李姨姨 都說不要騷擾人家了 就讓人靜一下 那你給我發個短訊給她 以我的文采, 一定可以打動她的心靈 那寫什麼? 你寫, 阿尼 阿琴的人是鬼奶一口 那個奶意怎麼寫? 小時候叫你努力, 讀書你又不努力 現在寫一個字你都不懂 我遷就你了 你寫, 阿尼 阿琴說的話是骨雷錘 骨雷錘?你更懶惰? 雖然作文我不好 但文采這件事不是應該用語體文嗎? 你懂什麼?俗語都有話 我的手就寫我的口 這樣才夠全神 這樣吧…你不會寫那個字 寫一個音也行 骨就骨雷除骨骨, 雷就骨雷除骨雷 脆就骨雷除骨脆 你媽找你, 你爸爸找你 你婆婆找你, 你媽找你 你爺爺找你, 你公妹 阿尼這麼快感受到我的文采? 不是, 你這個電話號碼 你媽找你, 你爸爸… 你倆看見我這麼害怕, 似乎是很貴的 當然了, 你倆這麼漂亮的鬼 還不驚艷嗎? 兩隻鹽仔出現英國 一定有點騷擾 爸爸, 我和媽媽現在去百貨公司購物 我已經減了衣服, 打算送給你 看看漂亮不漂亮 怎麼樣?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阿琴在你旁邊嗎? 他不是很喜歡皮外套嗎? 我買了一件給他 不, 不過大契你選的, 他一定喜歡 是呀…媽媽, 你們看學校看成怎樣 這裡學校讀書的風氣真是很好的 校園又大又漂亮 傻丫頭看得不捨得走 對, 早知道你和阿琴也和我們一起來吧 你們倆看見, 都一定會喜歡 早知道我也和你們一起去吧 你說什麼? 對了, 媽媽, 有沒有和阿琴通過電話嗎? 有, 剛才說完 她有沒有和你說什麼? 沒什麼特別, 幹什麼? 沒什麼特別, 隨口問問而已 媽媽,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買 遲些再說吧 你看看, 傻丫頭扣物狂上身 不和你們聊了, 我遲些打給你 再見 再見 欣, 聽媽媽說, 再見… 說都搞了很久了 又我們走了, 我們個個還沒坐的士 大包, 怎麼還不走呢? 我不回去 我一天想不到辦法, 弄回家 我一天都不回去 那你坐牢算也沒用的 你以為登神可以給你一招 細包, 我沒空跟你開玩笑 有沒有聽到媽媽說? 看媽媽這個人的心胸多廣闊、多大方 一點都沒有把上次我旅行的事 記在心裡 還是這麼掛著我和阿舅 還掛著買衣服給我們 看見那些風景漂亮 還掛著想跟我一起去 還叫你尼姨 她自己無論如何生氣 心裡多不開心 半句都沒有跟她說話 那我也明白 你不明白, 她倆姐妹這麼做為什麼 就是為了想投家和和睦睦 大家開開心心 所以我一定要在你媽媽回來之前 搞好投家 大哥, 究竟哪條鑰匙才是 等我回來再算了 還等你回來?明天一日了 業主說再不搬走貨 要交一個月租 我現在窮得窮了 我連手機也賣賣 我現在的半手機 都是借隔壁老闆用的 我為了幫你還債 又欠了三萬元 還到處被人搶我 搶我騙錢 現在整個相話都知道 哪有錢幫你立空租 大哥, 怎麼會要你立空租 你逐條試試看 開了門進到店舖 有沒有貨, 值幾筆的東西 我已經砍好了 你求他拿去往後賬廠場賣賣 有你還錢又足夠了 記得有剩下的 算了, 別再浪費別人的電話費 你叫我逐條試就逐條試吧 再見 又說已經放好?留這麼多給我收拾 氣死人了… 氣死人了, 氣死人了 歌曲 謝謝 吳俊 歌, 煩 Daisy 吳俊 吳俊 欠摑 如何從畏曲中再相信人 誰無狂想 百可告人 難忘時光 必須散佔留下我 快樂是抱著是 那時此死不願朋友 決裂是你為何以為再拖一回 或有時候 即使當風光都要清醒